据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于本周四前往北京访问 今年1月份,耶伦曾经在瑞士会晤了时任副总理刘鹤 耶伦此行预计将会晤,新任中国副总理何立峰 耶伦4月份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 他就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跟美国在经济上扮演领导角色 两者未必不相容 耶伦曾经表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脱钩想法将是灾难性的 据美国财政部称,他周一在华盛顿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两人进行了坦诚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耶伦的割派人无疑在目前中美关系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是受到中方欢迎的 耶伦此行将是美国今年第二次美国内阁官员访问北京 之前布林肯在6月份访问北京大家都知道了 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布林肯还会见了习近平 双方同意稳定恶化的中美关系 但是有一个话题没有谈妥 也就是说中美恢复两军之间的沟通巨岛 因为国防部长李尚福目前还是被美国制裁 但是在上月初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插曲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次竞选筹款活动中 他就说习近平是独裁者 这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高度重视 纷纷把拜登的话作为新闻的头条 也引起了中方的愤怒 同时美方也表达了他的强硬 布林肯就说了 拜登总统一直很坦率 他的话就代表了我们的话 同时美国国务院也明确声明 拒绝对李尚福解除制裁 所以中美关系经过布林肯的访问 有所缓和 但是近来看来情况也并不乐观 耶伦此行应该说有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 耶伦将与本周会见中国的官员 在华的美国公司高管 以及中国的公民 他的访问时间还比较长 将持续到7月9日 那观众朋友就要问了 耶伦访华的目的到底何在呢 我刚刚看到 《纽约时报》今天的一篇文章 分析了耶伦的访华 他认为了耶伦的议题将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是技术和贸易的管制 大家知道2022年 拜登政府就决定了严格限制 被运往中国的半导体和芯片制造机械的种类 这些限制阻碍了中国开发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计算技术的努力 中国立即也进行了反制 在7月3日 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 说了8月1日起将针对家和者相关 这是两个微量元素和稀少的元素 这个稀土可以称之为稀土 相关实施出口管制 加和者这两项稀有金属 都是制造半导体产品的关键元素 中国祭出出口管制 被视为是报复美国与欧洲芯片和制造设备出口的限制 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要谈到关税的见面 大家知道在川普时代 曾经对中国所有的出口商品都实施加征25%的高关税 但是目前来说耶伦此行可能捡免关税 应该不会马上谈妥 但是耶伦一直质疑关税这种高关税的有效性 所以中方还是抱有希望 第二个议题就是营商环境的恶化 大家知道美光技术是一个美国储存芯片制造商 在今年的五月就没有通过中国安全的审查 中国也发布通告 就说要禁止使用美光科技的产品 那么这样一来就会使该公司约八分之一的全球收入面临风险 并且近几个月来中方对美国的咨询公司 比如说进行禁止调查的公司也进行了打压 有一个公司是把五名中国的雇员全部带走 同时在周六也就是上周六生效的 7月1号生效的反间谍法出台 它的内容很宽泛 这也让美国企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不知道中国又会发什么神经 第三个议题就是汇率 汇率是大家都很关心的 因为目前中国的汇率出现了下跌 跌幅比较大 一般我们来说是7 也是一个临界点 但已经突破了7 在过去12个月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超过了7% 对欧元的汇率跌近13% 这个汇率的下跌对中国的出口是有利的 因为它的产品就变得便宜 是吧 你想原来比如说1比6 1美元可以买6元人民币的商品 现在可以买10人民币的商品 10元人民币的商品 那自然这个就得出口有利 中国的自成品贸易顺差 目前已经占到整个经济产出的十分之一 这对美国来说也是需要沟通的 第四个话题就是全球债务 因为中国通过贷款计划 特别是一带一路 像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路后的国家 提供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贷款 当然这不包括大撒币 是全球最大的债权股之一 所以有些国家就陷入了债务的陷阱 五是人权和国家安全问题 这个人权大家知道 不仅是对内老百姓的言论自由 其他方面的自由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重点是在新疆维吾尔族 新疆维吾尔族 中国设立了广泛的集中营 那么数百万维吾尔族被关押 出现了种族灭绝 所以人权的问题很严重 再就涉及到香港 所以说这个耶伦此次出访 在这些人权的议题上将无法回避 但是美方也表态了 就说了耶伦此次出访 预期不会出现大的突破 大家可以想 布林肯到中国也没有出现大的突破 因为目前中美关系 基础性的问题 也就是深层次的问题 没有得到缓解 那么靠一次访问 可能应该说 比不访问 不交流 不见面要好得多 但是很难出现突破 但中国方面 跟美国的想法 我觉得还是有不同 中国还是抱有期待的 上周五 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明 在接受采访时就说 耶伦访问中国 中国很欢迎 就是希望能够取消 对华加征关税 撤销301调查 以及梳理中美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 将是双方重点探讨的议题 他还说了当前 出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 关税是多少 7.1% 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关税 是19.2 这是不平等的 外交协会学者奥尔登就说了 耶伦此次北京之行 有望重启 美中之间较低层级的稳定互动 过去美国对于脱钩立场比较模糊 有时讲脱钩 有时也否定 包括拜登 就说我们没有跟中国脱钩 也不存在心冷战 观点比较左右摇摆 但近期因为跟欧盟统一了看法 明确规定的就是去风险 这个所谓去风险 这个其实的目的对美国来说是一样的 就是建立护栏 但是去风险这个词 比脱钩比较温和 因为我要减少风险 这问题在于 其实去风险 它本来就包含脱钩 你比如说风险太大了 那我就不能跟你进行合作 不能投资 那么我的企业家撤出中国 你说这是不是脱钩呢 中国总理李强6月27日 在下届的达沃斯论坛上就表示 说了部分国家所谓去风险 是个伪命题 也就是这个命题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他就批评这些国家的去风险 其实本质上就是围堵中国 是这么一个阻碍中国的发展 北京政治评论人士吴强先生认为 中国对这种去风险的交流本身 他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 你说人家要去风险 那你总不能说人家去风险是不对的吧 是吧 就是一种欲拒还淫的态度 也就是说了本质上想拒绝 但是又没有办法 那也只能跟西方进行沟通 中国的一切政策 没有办法拒绝去风险 在这个政策下的交流 这是中美啊 中国对美国政策的一个巨大的矛盾 这在耶伦和布林肯访华中 就已经提现出来了 我的看法是呢 耶伦此行啊 目的其实就是布林肯访华的补充 就是要加强交流 建立安全护栏 落实拜登总统的想法 中方呢 急于在税收 高科技出口限制等议题上 希望呢 能够取得突破 所以我的看法是 无论耶伦的言论 是不是割派 但他都是拜登 对华外交的一个旗子 或者说一个安排 那么耶伦的出发应该不会有大的突破 但我还是一个观点 就是见面比不见面好 否则双方如果继续的这么僵持 对抗 在目前这么严峻的形势下 特别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的情况下 很容易出现插枪走 就之前吧 你看美国的跟加拿大的军舰穿越台海海海峡的时候 中国的军舰就突然横冲 从这个箭头横刷过去 美国的飞机在南海抵近侦察的时候 中国的侦察机也突然从机头穿过 这样它释放的尾气就让美国的飞机受到了干扰 像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插枪走火 我还看到了一个最近几天 中国对台湾的这种军机的骚扰 这个又加剧了 也还看到一个解放军跟台台湾军队空军的对话 台湾空军就说了 你已经到了台湾的这个专属经济区 那么你赶快退出去 中国的说好像是个东北口音 就说别下车操操了 只有解放军才能够保护台湾的安全 像这种言论这种行为都很容易 两国的军人失控 最终爆发战争 二就是中国经济的困境需要美国松绑 中国是真的希望美国放一马 因为经济有点核无助了 怎么这么说呢 就是在五月二中国宏观经济论团叫CMF发表了一个报告 报告的直笔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刘小光 他就提出说中国经济目前出现了五个百分之二十 哪五个百分之二十呢 就是青年群体调查的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也超过百分之二十 地方政府土地收入下降超过百分之二十 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下降啊百分之二十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缺口达百分之二十啊 大家可以就看到形势非常的严峻啊 说青年人啊五个人其中有一个躺平因为没有工作 但是据我的分析这个百分之二十还是缩水啊 应该还不远远不止百分之二十 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那说明啊中国工业企业的无论是开工率啊 啊还是他的出口还是他的销售都出现了大的困境 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啊 土地现在没人买了 因为房地产目前现状是这么一种情况啊 很多房地产公司因为中国限制他们的融资啊 都出现了财务的困境 那房地产新开工的面积下降 那就要预示着啊大量的楼盘啊 可能就交不了楼房地产会继续的萎靡 消费者信心指数不足 这样就带来的问题就是很难拉动内需 刘小光的中国经济五个百分之二十 应该说揭示了中国经济的这么一种啊 很严重的状态 这种状态反映在了人民币的汇率和股票的不断下滑上 刘小光还说啊 这五个百分之二十已经很反常了 表明相关领域的压力 已经突破了他们自我修复的能力 不仅难以期待随所经济复苏 自动豪爽 相反的会形成局部领域的恶性循环 那么有朋友说啊 这是不是刘小光啊 这个一面之词了 其实目前呢 谈中国经济困境的有很多了 自由派经济学家我们不说 就说吧 有个叫李道奎 李道奎应该说 在李克强时期还是很活跃的 甚至被称为中南海的国师 他是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 他说了对比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经济改革主要就是减政放权 使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变得非常的活跃 那个时期啊 经济过热为主 相反过去几年 甚至过去十年 中国经济表现偏冷 他说如果中国经济长期过冷 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他实际上指的 这十年就是习近平的时代 所以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大的衰落 习近平其实困境还真的很难 经济上不去 他的连任就会变得很尴尬 因为你想想 老百姓是看钱袋子的 江泽民朱龙基时期 胡锦涛温家宝时期 经济的发展都是两位数的发展 那么习近平上任以后 对经济的折腾 提出国进民退 不断的打压民营经济 现在已经是往小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老百姓是很现实的 他会感觉到啊 经济好还是坏 因为他们的口袋是越来越瘪了 所以你进入第三个任期 你的依据是什么呢 你有什么资格进第三个任期呢 这就会让习亚很尴尬 现在呢 俄罗斯发生兵变 习亚一门心事担心政变 我看他已经有点神经质了 因为本来他一上台 他就担心中国会发生颜色革命 俄罗斯这个事 对他的打击 甚至超过对普京的打击 现在可以说流连不利 一个呢 就是习近平十年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但是结果是经济一片哀哄 经济啊 不同于政治运动 政治运动可以突然之间 这个突然暴乐起来 经济他这个摔得快 而增长也很难 也很缓慢 尽管呢 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办法 比如说放水 比如说资金 资本宽松等等 提高杠杆的作用 可以让经济啊 可能暂时的出现 但是无法持久 并且这些手段 在习近平时代 已经用的太多了 比如说货币吧 我们现在发的货币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把美国发的 新发的货币 跟欧盟加的货币 加在一起 都没有中国啊 在过去12个月以来 货币发行的多 那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很大的程度 就是在印钞票 不断的印 但是这一个是 引诊之客 大家都知道 因为即将带来的 就是通货膨胀了 其次呢 中国呢 就是为了稳定 为了安全打击 严肃革命 就侵犯人权 新疆维吾尔啊 香港啊 又等等吧 对中国 异议人士的打压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人走线 昨天呢 外沿海公 这是一个 乐爱公益的人 这个很好的一个人 他跟我呢 进行了沟通 因为他在无赏的 帮助那些走线的中国人 怎么跟他们赢得福利啊 怎么让他们安顿下来啊 这些事呢 都需要一些NGO 需要这些啊 这个乐心的人去帮助 无赏的帮助他们 他就告诉我 就在纽约 已经来了一万中国人 走线的啊 都走线过来的 那么他就说 现在敏感的人群啊 都已经逃 都在逃了 我告诉他 我说其实 他们不算敏感的人群 如果说敏感的人群 其实早就走了 中国的顶尖 早就有几本护照顶啊 顶尖的这种财富集团啊 再一个就是中上层 现在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下层 和一些比较贫困的人口 当然能够来到纽约啊 他还是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下层 而大量的人呢 实际上是移动到了东南亚 因为他们你想来到 你要来到纽约 他先到必须到一个第三国 那么需要机票的钱 同时他们还要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 这之间呢 还要经历这个舌头的盘剥 所以说他们还是有一定知心的 但是这么大量的人 让这些边境的警察的感到很奇怪 是不是中国出现了战争 内乱内战 还怎么回事 怎么来这么多中国人 他们感觉到很难理解 在其实习近平的战狼外交 现在是国际上越来越孤立 在南海 东海 台海 你看现在日本 韩国 军事崛起 为什么 危机 东盟抱团 即将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军演 先是 在中国一个敏感的水域 因为中国 声称对这一块水域 具有主权 台湾 不断的军机脑台 不断的叫嚣 要武统台湾 现在台湾的军事实力 不断的加强 这说一句 很难听的话 即使你现在习近平 武统台湾 你打得赢人家 是吧 你说哎呀 那我从军舰上 我从武器上肯定怎么样 但是你要看到谁操控武器 就是这些军人 而一旦发生战争 按照中国这么一个体制 这种在军队斗金的 这种官员的子女 全部都跑了 剩下的就是贫困老百姓的 山区的孩子 去当炮灰 你想这有战斗力吗 看看俄罗斯 就会清醒下来 然后习近平清洗了 数百万的官员 结果是什么呢 官员躺平 我干不了 我就不干 干得越多麻烦越大 干脆 所以说呢 目前来说 整个经济形势 让习近平第三个任期 异常的艰难 奈何 习近平 环顾四周发现 能干事的官员 都被他呀 给干掉了 现在只剩下 酒郎饭带 和吹拉 弹唱的习家军 习近平 怎么办 这是 耶伦来了 耶伦 能解习近平的 难言之隐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 聊到这里 明天呢 咱们 接着聊 好 字幕 李宗盛